生活谎言与每个人如影随形 好比看见直播主的真面目 总是会让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充满谎言的世界让每个人都睁大眼睛 想看清楚每件事情的真面目 但你确定自己真的有看清这世界吗? 欢迎来到脑不急 今天要来看五个与我们如影随形的生活谎言 现在就来看看你被骗了几个 广告的诞生欺骗了许多善良的心 当中最容易使人上当的非洗法精广告莫属 如果你常看电视广告 应该不难发现只要产品是洗法精 广告里的秀法总是闪亮又柔顺 但其实这一切全都是谎言 看看广告的幕后花絮就知道 彭松的秀法摆动 是模特与工作人员费尽信使敲出来的 就连那诱人的闪亮天使光 也全都是摄影镜棚内 好几盏的灯光效果 任何运动赛事的金牌 总是象征着选手无比的荣耀 当任何国家的代表选手戴上冠军金牌 总会让该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 但你知道冠军金牌 其实并不是金牌做的吗? 大部分的金牌成分其实是92.5%的银 并且镀上至少6颗的金 也就是说当选手骄傲地展示脖子上的冠军金牌时 他其实只是在展示一枚带金壳的银牌 虽然说冠军的荣耀不变 但真正的价值可以说是差很大 第三 企鹅有膝盖 每个人都应该在电视上或是动物园里 看过企鹅走路的画面 看着企鹅摇摇摆摆晃头晃脑的样子 应该很难想象企鹅的腿脏什么样子 但你知道企鹅不仅有膝盖 其实还有一双长腿吗 就从他跳海的样子 以及研究人们为企鹅拍下的X光片 就能看见企鹅平常只是蹲着走路 而且蹲着走路的企鹅其实相当轻松 因为它们的病骨卡在屁股与筋腹骨关节处 能够得到稳定膝关节的作用 同时也可以顺利的孵化后代 并且替小企鹅们保暖 第二 猫头鹰有腿 猫头鹰在许多人眼中的形象 一直是既有忌讳又相当神秘的动物 它大大的眼睛下 其实是一种羽毛 占了90%体积的鸟类 而如果猫头鹰的羽毛被捧起来 你将会看见它其实有一双超长的美腿 这样的正面目可能会颠覆了你对猫头鹰的想象 但接下来如果给你看到猫头鹰退去所有羽毛的样子 应该从此很难再把猫头鹰与智慧神秘的形象结合 只能说羽毛真的是猫头鹰最完美的形象保护仪 第一 奇诺比奥其实不是香菇 马利欧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游戏 当中的奇诺比奥是蘑菇王国的一员 他不仅是碧姬公主的忠实仆人 而且还是经常协助马利欧的好拍档 但来自蘑菇王国的奇诺比奥其实不是孤雷 而是拥有蘑菇头的一种族人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奇诺比奥拿掉蘑菇头的真面目 嗯 这绝对不是大家心目中马利欧蘑菇王国族人应该要有的样子 看完五个让我们活在谎言中的时刻 哪一个谎言让你最不能接受呢 如果你想知道世界上更多有趣的冷知识 或是想知道哪里有真心不片的美味天然宠物肌肉干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